現在左派就是在呼籲人上街暴動 為了可以殺小孩而發瘋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國會議員 Nancy Pelosi 說了些什麼 這個判決一出來 她馬上就上新聞 在所有記者前面痛哭說 哎呀糟糕啊 現在不能殺小孩了 該怎麼辦啊 跟著人家的健康 但是總統中國會繼續 敵人的股東 保持這個主流 和保持這個人的脷子 今天,主持人的真正 主持人的法國 契約和暗極的 努力 把女生的一個 對手的 自分的 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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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tch McConnell and the Republican Party their super majority and the Supreme Court American women today have less freedom than their mothers 现在的女孩的权力 比她妈妈还要少 但是现在全美国的人 多了一个权力 就是出生 活下来的权力 因为这些左派推行的 升职权的必要条件 就是那个人要先出生 而且 升职自由 升职权力 也都还在 而且我是完全支持 升职权力的 百分之一百 我相信 人应该要自由的繁殖 自己选择时间 地点 还有方式 没有人应该要被强制繁殖 好处就是 这是我们的基础 基准 我们都同意 左派右派 保守派自由派 基督徒 非基督徒 美国有三亿多人 就是三亿多人都同意这个 没有人应该要被逼着繁殖的观点 但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醒左派的人的东西就是 当婴儿被堕胎的时候 这已经跟繁殖没有任何关系了 因为婴儿会在肚子里 就表示繁殖这个阶段已经完成了 婴儿已经被制造出来了 如果婴儿还没有被制造出来的话 女人就不需要堕胎啦 当受精卵形成的时候 繁殖就已经完成了 是一个独特的 唯一的生命 有这个世界上唯一独特的DNA 就已经存在了 所以生殖自由 不是在于要不要杀小孩 而是在于 你什么时候 在哪里 还有跟谁 的自由 就是 每个人都有生殖自由 有了小孩 就要有养育的责任 而养育的责任 就是从受精卵开始 生殖自由 就是性行为 这个你要 干嘛 随便干嘛 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个Nancy Pelosi 这个老太太 在记者会上面 基本上是在 错气 因为 未来会有更多的婴儿 会活下来 这个 我还蛮难理解的 特别是那些 老到不能再老的 这些女权主义人士 那种老奶奶的 年纪的女人 我见过的老奶奶 通常都超爱小孩的 看到婴儿都想冲过去抱 冲过去亲 设想一个老奶奶 会因为小孩 不再被杀而哭泣 真的是没办法理解 甚至没办法想象 but here it is 我们的国会议员 想到杀小孩 想到哭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Nancy Pelosi's 指控共和党 好过分 好恶心 丧心病狂 因为 I don't know In the Congress Be aware of this The Republicans are plotting a nationwide abortion ban They cannot be allowed to have a majority in the Congress to do that But that's their goal And if you read And again we're all studying all this But if you read What is in the Very clear One of the justices Had his own Statement It's about Contraception In vitro fertilization Family planning That is all what will Spring From their decision That they made Today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以为是他的眼珠掉出来了 就像那个 绿野仙宗里面 那个巫婆碰到水 然后融化一样 真的 如果 有人有机会的话 泼一杯水在他身上 看这个恶心的女巫 会不会真的溶解 他在这边说的就是 黑人大法官 Clarence Thomas 上面写的那些东西 可能会禁止 避孕 然后什么 同性恋性爱之类的东西 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 大法官的方向的话 那如果说是 这些东西不符合宪法的话 那就重新审啊 另外 性行为是私下的事 避孕也是私人的事 如果这真的是什么 保守派大法官的方向的话 那就好好去调查嘛 但是 目前上面没有写任何 关于这些东西 只写到 屠杀婴儿的行为 联邦不再有权利来控制 还有每个婴儿 每个美国人 都有活下去的权利 夏天是不是太无聊了呢 是不是想要找一些 合家欢乐又有意义的活动 一起做呢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Impact Harvest Church 邀请你跟你的家人 朋友一起参加 圣夏园游会 在7月10号 上午11点到下午4点 今年的主题是 仲夏之梦 想要帮助更多的人 可以找到他们的梦想 更重要的是 他们造物组 创造他们时候的方向 让人活得可以更有意义 更有目标 更丰盛 Impact Harvest Church 欢迎所有AI News的观众 吸加带卷来参加 有丰盛的食物 饮料 还有大人小孩 都爱玩的各式各样的活动 包括现场乐团演奏 还有抽奖活动 我在这里真的是说不完 因为我当天也会在 因为那就是我的教会 地址是 140West Lime Avenue Morovia California 91016 详细情情换一到 Impact的网站 www.loveimpact.net 来了解更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